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善才童子五十三餐的故事 这一次善才童子他听了这个优婆姨的介绍呢 一路呢就继续在往南行 他来到了皮木取杀仙人所处的这个树林 那这个树林啊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庄严 而且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果树哦 那这一群仙人就住在这个果树的树林下 你知道吗这个皮木取杀仙人他们穿什么衣服 应该是很漂亮的 然后可以飞起来的仙人嘛 仙人的话应该他的形象就感觉跟大自然比较亲近 正确啊 他们住在树林嘛 所以呢他们没有衣服的 但是他们穿什么穿树皮 穿鹿皮 穿草皮 不是皮草哦 是草皮 草皮 就是呢用天然的这些材质就作为他们的衣服了 啊他们很环保 参风露树有没有 因为他住在树林里面啊 所以他一定没有房子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一万个屠众呢 这一万个仙人啊就在那个地方修仙 师傅我上一次讲的那个优婆仪 差很多 差很多耶 对啊 一个珠光宝器 对 那一个呢完全几乎都是原始森林 对 他们两个认识也是很 也是很特别 对 我相信这个优婆仪介绍 善财童子来见到这样子的修行方式 应该也是有他的意思 好是不是 富贵学到难吗 富贵也可以学到 贫贱学到难吗 贫贱也可以学到 对 所以不管是有还是没有 都不会妨碍你学习的这个心 是 所以这个萍木瞿杀仙人呢 很特别哦 他是住在树林 而且呢我相信啊 如果以这个水果树这么多 他们应该就是直接吃那个水果了 好 吃果为生 就叫不食人间烟火 所以才叫做仙嘛 对 对 对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敢吃水果 跟自然结合就成仙 每次都吃麦当劳 一定都不会当仙 对 是不是 所以呢 他说 这个仙人啊 就见到善财童子 也很高兴啊 因为善财童子跟他们都不太一样嘛 那善财童子来见到 萍木瞿杀仙人的时候 就很开心哦 他就一直五体投地 来赞叹这个仙人 他说因为啊 我真的心里面很想要找到善知识 那今天我看到了这么特别的修行方式 我觉得你一定是我的善知识 因为我们通常看到跟自己很不一样的 而且你看他修这种苦行 你有办法吗 你达不到吧 对不行 你没有办法住在没有热水的地方吧 对 而且我要有床 是不是 所以我们很难离开文明生活 所以当你发现有一个人可以过原始生活的时候 你会不会对他生起无比的敬意 对啊 没有蚊帐 对啊 对啊 都是蚊子来咬 很恐怖 不用睡觉了 所以他就说 哎呀 我今天真的遇到我生命中最殊胜的善知识 那当然不是恭维之词 他相信萍木瞿杀仙人 他一定可以教他很多的法门 他就非常的恭敬的来请法哦 结果呢 这萍木瞿杀仙人啊 他看到善才童子之后 第一件事情哦 他回头去跟他的徒众 他有一万个徒弟 他就跟他的徒众讲哦 他说 大家大家赶快过来 赶快过来 因为呢 今天来了一个最厉害的童子 这个童子发了菩提心 你们从修仙以来 有见过有发菩提心的人吗 你们都没有见过任何的人 发过菩提心 所以呢 他就先跟他的徒众啊 介绍这个善才童子 结果这个仙众 听到了之后啊 全部呢 都来找善才童子 要签名哎 哇 他就赶快来顶你 哇 我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人哦 所以这个仙众 都很崇拜这个善才童子 他就围着 他说这个童子一定不简单 将来一定会广度众生 一定是行菩萨道 一定可以把世间的所有的无明 通通都破除 好 所以我们这个这些仙众 都要跟善才童子学习 你看有这么谦虚的仙人吗 而且他们都是仙人 对啊 已经都修道 已经很厉害了 四禅拔定了 对 所以呢 所以呢 最后呢 这个平木曲沙仙人呢 就跟群仙讲哦 他说 这件事情啊 就是你们要学习的 因为发菩提心 是不简单的 而且发的菩提心 一定会成佛 一定会成佛 所以呢 平木曲沙仙人 就跟善才童子说 善男子 我修的法门呢 叫做无胜床解脱 善才童子就说 善者什么叫做无胜床解脱 结果平木曲沙仙人呢 他就直接啊 把善才童子的手给抓起来了 然后善才童子在瞬间就入定 入了这个解脱门了之后呢 善才就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他发现他飞起来了 哇 然后就飞到十方世界的各个国土 你看我们坐飞机哦 坐飞机是不是 最多就是离开地面 几万公尺嘛 到云间 你可以想象你离开地球嘛 不行 你可以想象你可以飞到 十佛岔为尘数世界 到所有的佛那个地方嘛 应该很困难吧 对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身体可能受不了 那个外太空的真空状态吧 对 地心一定会把我的飞机抓回来 对啊 所以呢 其实这件事也是很神奇的 就是抓到手就可以入那种解脱的境界 那个境界就是先人入的境界 他直接进入了他入的那个定里面 然后重点是什么 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绝对不是只有拍一张照片就回来 也不是到此一游 你去见到佛 你要去做什么 就是要去听法 对 那个佛陀说的法 你听得懂吗 所以入了这个解脱门之后啊 他说 所有的佛所说的每一句话 他都完全就能够一持不忘 哇 这个好好啊 这好棒啊 好重要哦 对啊 我们常常呢 听的佛法再怎么感动 两天就忘记了 对 考前五分钟背背 考进去考场也写不出来了 对啊 所以呢 你看这个三妹实在太殊胜了 这太棒了 所以呢 不只是这样哦 他一尊佛听了之后呢 他叫下一尊 他前一尊不会忘记 要不然我们常常上了地理就忘记历史 上了历史就忘记数学 对啊 一下子听了这个经又忘记那个经 对对对 见了这个佛又忘记那个佛 对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这个好重要哦 那善才童子呢 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法门啊 他叫做这个无胜闯解脱至光明照 他其实呢 最主要的问题 主要的修行法门 还是以般若波罗蜜为基本 他的这个根本之后发展出来的 然后这样子的发展呢 他可以得到诸佛的加持 因为所有的佛都修这个法门 所以皮肤取杀仙人 他虽然是仙人哦 可是他其实修的是佛陀的法 是 那他为什么要献那个仙人像 因为他有一万个徒众 他要度他的徒众 这样对吧 有可能哦 去度众生 真的哦 要不然他那一万个徒众要跟着谁 对 所以呢 这个善才童子呢 就说 哎呀 这个我们的修行啊 实在是 这千差万别 因为我们常常心里面会觉得 某一种人才是我的老师 对 你要学佛 你要去找法师嘛 对 你不会去找一个仙人啊 可是仙人要去度那个喜欢修仙的 要怎么办 所以他要打扮成仙人的样子啊 对 要不然他怎么样度这些 一万个徒众呢 对啊 现在很多人会去学一些其他什么 圣心灵啊 圣心灵老师啊 各式各样的啊 各式各样的 对 对啊 但是呢 这是 这个其实是他的一个方便啊 一种法门 对啊 所以他其实告诉三才同志说 其实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我的方法 我还可以教你更厉害的方法 所以他介绍了他的好朋友 这个好朋友呢 这是非常劲爆 叫做圣热婆罗门 那至于圣热婆罗门会教他什么法门呢 我们下一周再来继续讨论